2021年9月8日 全世界有2.22665,700多個新冠疫情的確診 比上天多了495,900多個 死亡方面多了8,200多人 到459,810多人 最多新增確診地方是美國 增加了93,900多個新增確診 他們死亡也增加了717人 現在美國的總確診數目是4,116萬4千多 死亡是668,800多人 印度增加了38,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368人 英國也增加了37,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209人 現在英國的死亡數字開始慢慢上升 前一段時間他們仍有5萬個新增確診 只有100多個死亡 現在是200個死亡 現在的確診數目是7056,000多人 死亡133,000多人 伊朗增加了27,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600多人 俄羅斯增加了17,4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了將近800人 俄羅斯看完沒有辦法將它疫情控制 法國增加了14,5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了150多人 越南14,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了300多人 泰國也有13,8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了200多人 巴西13,6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了300多人 今天有12個國家 確診數目是超過1萬 比起以前稍微少了少少 德國增加了9,000多個新增確診 日本有8,000多個 古巴有7,700多個 印度尼西亞7,200多個 死亡了680多人 伊拉克將近6,000個 死亡了幾多人 斯里蘭卡5,900多個 南非5,300多個等等